欢迎收看医疗系列 我是何曼君 不少人受肩膊膝膝痛等都市病困扰 有医生说练习八段感可以改善肌肉力量 协调能力等舒缓这类的痛楚 84岁的龙师傅每天早上都来到这里练功 他自小跟随父亲习母 教授八段感也有四十多年 人的感受和精神是不同了 练功里面可以说是样样都妥当 整个勇士一样 如果你不屈划脚 你站在那里都摇风摆流 没有种实力 没有下伴 我们练功力的持久性差很弱 八段感是历史悠久的气功健身术 一共有八色 每一式动作结合了伸展 肌肉训练和呼吸协调 属于全身的运动 有医生说连八段感有助舒缓都市病 例如五十肩 腰背痛和膝关节炎等 膝头疼痛的时候病人会就着用力 反而令到肌肉萎缩 练习八段感受有强化的作用 一个就是很多伸展的运动 令到人的关节不太僵硬 另外一样就是很多微微的弯腰 屈膝的动作 这些就是会训练到我们下肢的肌肉 和身体的核心肌肉 这些肌肉就是我们 譬如在一架走的巴士那里 我们要保持平衡 就是全靠这些肌肉 练习每式的动作都要配合呼吸 有助平和情绪 深呼吸的空气才能进入肺部的肺气泡 而达到刚才所说的吐狗鸭身这个功能 就可以刺激我们的腹胶感神经系统 会令到我们的情绪安稳回来 手掌到顶的时候 众尚志说有手机应用程式指导 练习八段感 也有简单的方法检视成效 医生说八段感是低冲击性的运动 适合不同年龄的人士 每日做一套八段感 大约15至20分钟 辞之以行 就可以达至强身健体的效果